山俊朗雄混 水秀美宽广 祖国辽阔大地 气象万千 自然之手 如何装点出这缤纷壮景 与科考同步 与学者同行 地理中国系列节目 山河坦密 带您解读自然的秘籍 感知地球的脉搏 优优独播剧场上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地理中国的系列节目 山河探密 我是盛春 我们国家的山川河流 可谓是神奇瑰丽壮美多姿 这些景观的形成 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因素 水 有人把水比喻成 一把大自然的雕刻刀 经过千百万年的岁月 更替时光流逝 水将山体的岩石 雕刻成了一幅幅姿态各异 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带您去江西省的益阳县 领略一下这里的一些奇异的景观 在江西省的东北部 坐落着一座千年古城 这就是益阳界 益阳距离省惠南昌180公里 境内山轮起伏 常年温弱多雨的气候 使这里到处郁郁葱葱 而在县城西南 方圆13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四处呈现的奇风怪石 近年来越发引起外界的关注 在这片区域内 各种造型奇特的山石密布 有的好似天狗望月 有的犹如蝉除观景 有的酷似女王的头像 有的又如年迈的老人 安详地静坐在山中 逼真生动栩栩如生 然而在众多的象形山石当中 最引人关注的 当属这种状如神龟的山石 资料显现 这一带龟状造型山石 多达三百处 正因如此 这个地区被人们形象地称作 龟风景区 2000年后 龟风景区与江西龙虎山风景区一起 被列入国家级地质公园之列 由此 这一地区数量众多 分布密集的奇风怪石 不仅吸引着八方游人 更引来了地质学家的关注 江永彪 41岁 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景观地貌学 从2003年开始 江永彪已十余次进入龟风地区进行考察 如今 他仍清晰地记得 第一次来到龟风时 这里奇异的景观 带给他的强烈感受 非常震撼 最独特的 这里是龟 无山不龟 无树不龟 而且这个特点呢 就在于 他的龟造型 他的形态非常形式 2010年10月 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江教授 来到龟风地区考察 深秋世界 当北国的大地已出现肖色时 龟风景区却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 一进景区 首先迎接大家的是两只高大的神龟 神龟昂首的样子 犹如统领巡山的将领 令人肃然起敬 江教授说 他们是龟风地区 最具代表性的 龟状造型山 跟随江教授继续往前走 奇特的景象 接二连三 方言望句 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的龟状造型山时 比比皆是 有的如匍匐望日 有的慵懒地趴在山腰上 有的交集在一起 心力无比 这只小龟 好似刚刚破壳而出 正在寻找母亲的呵护 而这只龟 探头探脑的 看上去 早已机场露露了 江教授告诉我们 龟风景区的核心区域 方圆大约25平方公里 仅在这里 大大小小的龟状山时 就多达上百处 为什么不大的区域内 会聚集如此众多的 棋风意识 江教授说 要了解众多棋风意识的成因 应该先去看一座山 跟随着江教授来到 京区西策时 一座与众不同的石山 赫然出现在大家眼前 远远望去 这座石山呈现一片橙红 畏为壮观 而走到近处观看 只见山体笔直高耸 巨大的峭壁光滑平整 江教授告诉我们 这座石山最为独特的是 它是由一整块岩石构成的 这个崖壁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 崖壁形块 这块非常平整 这样一直上去 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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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山下的小路 我们继续前行 正在这时 奇异的镜像出现了 天女散花 水流从上面流下来 一滴滴 真的有雨滴下来 对 看看 嗨 雨花快下来 抬眼望去 晴空下 丝丝与珠 从山顶飘落而下 星星点点的水滴 仿佛一颗颗坠落人间的明珠 令人沉醉 江教授说 正是由于这股水 这块巨大的石山 被人们形象的称为 雨花岩 这个地方 刚好这个崖壁 上面有一片植被 那么这个植被非常繁茂 那么上面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地下水 那么在这个地方 刚好在这个崖壁的口子上 它这个地下水 就从这边流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小谷的这个水 就流上来 如果是雨天来的话 那么它就雨水 直接从这里冲下来 那么更加壮观 江教授介绍说 像雨花岩这样一石成山的地质景观 在龟峰地区还有一处 这就是距离花岩不远的展崎峰 展崎峰高过百米 长达四百多米 气势雄混 而从远处端详 展崎峰就是一座 行神兼备的龟峰 论体积 它是龟峰地区 龟壮山石之首 考察中江教授告诉我们记者 龟峰地区最吸引游人的 就是这里造型奇特的象形山石 然而最能够引起地质学家关注的 却不仅仅是这些 而是像雨花岩 还有展崎峰 这样巨大的石山 这些石山所呈现出的独特的形态 还有与众不同的色泽 成为地质专家瞩目的焦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 地质专家广东中山大学教授黄晋一行人 来到一阳地区考察 出到这里 千奇百怪的龟壮造景山石 让众人赞叹不已 然而 当黄晋教授看到赫然挺立的 雨花岩和斩棘峰时 巨大岩体在阳光下呈现出的一片红色 更让黄晋教授兴奋不已 作为研究丹霞地貌的权威专家 黄晋教授由此认定 龟峰地区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是由红色沙岩构成的一种独特的地质景观 在我国广东的丹霞山 福建泰宁 贵州赤水都分布着典型的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显著的特征是 丹霞赤壁密集众多 峭壁高耸 勾股纵横 然而当权威专家来到辉峰地区考察时 却发现 辉峰地区的丹霞地貌 与广东丹霞山 福建泰宁丹霞有许多不同 跟随江教授 我们从一处山顶放眼望去 景区中 丹霞赤壁并不显著 勾股深渐更无处寻觅 点缀其间的是一座座造型奇特的象形山石 江教授说 这是规峰丹霞区与广东丹霞山 福建泰宁丹霞区最显著的差异 丹霞地貌 它最典型的就是赤壁丹芽 非常宏伦的这种芽壁 作为规峰这一块 它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造型 那么这个造型是非常的丰富 种类非常多 而且密度也非常大 这是别的丹霞经贸区所没有的 那么规峰地区独特的丹霞景观 成因又是如何呢 通过在规峰地区多年来进行的采样分析 江教授确定 规峰丹霞区的岩石 基本以沙岩为主 而根据沙岩的岩性和风化程度 江教授推断出 整个规峰地层的形成年代 规峰呢 它刚好是处在信江盆地南部边缘 受着它盆地这个本身边界的一个大锁链影响 它的财心作用 那么在这个红尘里面呢 产生了一系列的这种东西上的一个锁链 江教授说 规峰地区的沙岩层大约形成于一亿年前 当时如今江西省的东北部是一座巨大的内陆湖 湖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河流 河水不断汇入湖中 带来了大量富含铁氧化物的泥沙 泥沙在湖底不停地沉积 形成了厚达四千米的沙岩层 整个堆积的过程持续了大约三千万年 接下来 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这个地区出现了持续的抬升 湖水渐渐褪去 湖底的红色沙岩层开始出漏地表 形成了日后龟峰丹峡景观的雏形 江教授告诉我们 龟峰景区红色沙岩层形成的年代和演变过程 与其他著名的丹峡区趋于一致 但是龟峰丹峡的面貌 却与广东福建丹峡大为不同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经过在龟峰地区进行考察研究 江教授得出一个结论 各地丹峡地貌 最初的成因大致相同 而历经千万年后 它们却呈现出各自仙人的特点 这完全是由于风水 以及生物等外力长期作用的结果 由此江教授格外关注 龟峰地区地貌景观与水之间的关系 跟随江教授的步伐 我们来到一处被称为情侣龟的岩石旁 只见这对神龟情侣相依相畏 情意浓浓 江教授说 从这对情侣龟身上 能明显看出几千万年来 流水一点一滴的雕琢痕迹 岩石是不一样的 下面比较红色 红一点是比较均匀一些 那么上面呢 颜石那个力岩呢 力石比较粗一些 很明显的不一样 下面是老的 上面是新的 那么在这个比较均匀的 比较均匀的这个里面呢 很多的这个龟的纹 顺着江教授的指点 我们看到 在情侣龟的底部 红色沙岩呈现出许多较深的裂痕 而在情侣龟的上部 岩石上的裂痕 很不分明 由此江教授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 他是后期 他裸露地表以后 那么就会受到地表的 这个风水雨打 或者是温热效应 那么常见这种裂痕 江教授介绍说 六千五百万年前 当沙岩出露地表后 由于长期风吹日晒 岩体表面会形成许多裂痕 岩前的龟状石 上部的纹理不分明 表明受雨水的侵蚀程度较深 而下部岩石的纹理分明 表明受侵蚀的程度较浅 由此不难看出 龟状石在形成过程中 常年累月的降水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江教授说 情侣龟在众多龟状山石中 很具有代表性 他说明 龟状地区大部分齐风一时 都是自然界降水 不断惊雕细刻的作品 然而通过翻阅几百年来的气候资料 江教授发现 江西地区的降水虽然较多 却仍无法与广东福建一带相比 这让江教授产生了一个疑惑 为什么降雨量更大的广东福建一带 丹霞赤壁高耸 而降水相对较少的龟状丹霞区 地表山石却呈现出 历经风雨后的稀疏错落的情景呢 经过调查 江教授进一步发现 龟状以西30公里的龙虎山地区 也属于丹霞地帽 然而龙虎山地区 却吩咐着密集的丹崖赤壁 景象与广东福建丹崖区相似 却与较近的龟峰地区 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又是为什么呢 江教授推断 彼此相隔不远的两个区域 景象大为不同 很可能又是水 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进一步研究后发现 尽管两地相隔30公里 降水没有差别 但地表流水状况 却大不相同 原来异阳地区 唯一的河流是信江 在由东向西流经龟峰时 信江突然在其上方 拐成了一个大大的湾 远远地绕过龟峰 扬长而去 由此龟峰单下去 无缘接受信江的冲刷和洗礼 而在龙虎山地区 却由信江之流 卢西河常年蜿蜒流过 与信江会合后 更是在这一地区 形成巨大的水域 正是在卢西河 常年不断的侵蚀作用下 龙虎山地区的沙岩层 历经流水不断的切割 开始陆续出现塌陷 坍塌后 残留的区域形成了如今 赫然屹立的丹崖绝壁 然而和龙虎山相比 龟峰地区丹峡地貌的延并过程 却不尽相同 龟峰地区没有接受过河流的切式 只有雨水 在不停地默默地刻画了这里的山石 因此龟峰地区的沙岩层 受侵蚀程度较浅 无法形成众多丹峡地貌典型的丹崖赤壁 由此江教授为我们描画出 龟峰地区丹崖赤壁稀少 其逢一时众多的成因 原来六千五百万年前 随着地层不断抬升 几千米厚的红色沙岩出漏地表 由于没有流水的切割 这一带地貌只是在雨水作用下 形成一些较浅的勾股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 雨水继续对岩石充施 将一座座山体分割开来 并将岩石进一步充施的支离破碎 从而形成地表一座座规模不大的沙岩体 它们就是形成日后造型奇特的象形山石的母体 说到这儿啊 您可能弄明白了 在地质学家看来同样是水 这雨水和河中的流水 在塑造自然山川的过程当中 扮演的角色可大不一样了 在龟丰地区 流水无暇眷顾 雨水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那么雨水究竟是怎么样刻画出这里的奇风怪石的 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在江教授的带领下 就在鱼花岩附近 我们见到了这样一处景观 只见一条狭长的裂缝 把一块巨大的岩石与山体分割开来 原来这裂缝的石头 这个上面的岩石被崩落下来了 崩落下来以后被搬走以后 这个缝子出来 上面还有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缝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江教授说 由于沙岩表面存在裂缝 雨水沿着裂隙常年下跌 只需要几千年的时间 便能侵蚀出这样的一道身缝 雨水看似柔弱 却可以进一步把坚硬的岩石切割得更加支离破碎 接下来在江教授的带领下 我们又来到了一处乱石丛中 江教授说 几十万年前 这里曾是一座完整的山体 原来这是两边是 是一整体 那由于这里有刚好一条裂隙带过去以后 会有断裂带 然后原来这个断裂带被风化以后 拨失掏空以后 下面的石头失去了支撑 那么它就掉下来了 就堆积到这个地方 江教授向我们描述 起初一座完整的岩体 先是被雨水冲出一道道深深的裂隙 随着雨水的进步冲刷 裂隙不断扩大 在裂隙加大的同时 上层的岩石在重力作用下 开始崩塌 日积月累 便形成了眼前乱石丛生的景象 江教授说 当初的巨大岩体 千万年中 在阳光 风力 雨水共同的侵蚀作用下 最终会逐渐变得面目全非 微风地区众多的象形山石 就是当初巨大的山体 经日积月累的风雨消磨后残存的部分 在一座龟风前 江教授描述出这座龟状象形山的身世 他说 仅十万年前 这里曾是一座很高的石山 石山中 分布有较软的沙岩 叶岩和泥岩 也有较硬的利岩 在风雨长期的侵蚀作用下 刚者乘风 较硬的岩石保存下来 高耸直立 形成了龟的头颈部 而较软的岩石被逐渐波适 形成低矮的龟身龟壳 由此 微妙微笑的龟状造型山 应遇而生 看到这儿 咱不得不说 这水看似柔弱 却力量无穷 江教授告诉记者说 即便在今天 雨水依然在不停的塑造着龟风的景观 经过测算表明 在水以及风力等作用之下 沙岩大概一万年 会被波拾掉一到两米左右 由此测算 龟风地区大部分 象形山石的地质景观的年龄 达到在三十万到五十万年间 像这样的年龄 在地质史上并不算老 所以接下来 江教授带我们去见一个年轻的老人 考察当中 我们途经龟风地区著名的景观老人峰 这时江教授停下了脚步 下巴科什么都很像 江教授说 这座老人峰曾几何时 也是一座巨型的龟状象形山 然而 历经雨水长年冲刷 龟的被捕早已消磨殆尽 而较硬岩石构成的龟的头颈部 却被保留下来 成为眼前这低眉信手 做沉思状的老人 要形成这部造型 它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 它的龟头跟灰星子 为什么它们不一样 都处在同样的环境里面 为什么其他都会消失 它现在就保留到这一块 这是因为构成了老龄夫的主体 我们的岩石 或者叫通俗一点 就是石头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头那一块 它就由于分化一点 它分化快一点 星子保留着它就分化慢一点 那么在头跟星子之间 那个颈 这个颈颈 它就分化得比头跟星子 更容易一些 那么所以就构勤了 今天这样的一个 非常明亮于笑的一个老子 素人你看 这个角度 是另外一个 对 它是这叫爱看老龄风 你看看 然而仔细端详老人时 我们不免感到忧虑 眼前的老人风 由于受雨水金石崩化 头部紧紧 靠三个支点 勉强支撑 显得岌岌可危 这个三个竹 它非常奇特 它还不在一个平面上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从中的光线 它实际上是一个斜面 这个斜面 刚好是跟我们 颜层的面 它的层 颜层面 是刚好是一致的 这绝对去到这里 江教授说 2007年 有关地质学家 为保护老人风 对它进行了专项体检 结果表明 再过五万年 老人风的头部会坠落 即使老人风景观 将不复存在 像老人风景观的维护 是否需要人工干预 地质专家们 有着不同的观点 而江教授认为 旧的景观会逐渐消磨 而新的景象 还会不断显现 最好的保护 应该是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对这样的一些 经纬的这种景观 应该加以额外的保护 同时我们也不要去刻意它 比如说这个 老人风这个头 是吧 我们不连续用水泥 把它的保护加固 这样的话 就一个是破坏了 景观的这个美学 同时呢 这也没有这个必要 应该是顺其自然 虽然在龟峰 已经进行过 多次的科学考察 但江教授 依然时刻关注着这里 他说 龟峰还有很多的奥秘 在等着他去探寻 对这些造型师的研究 对我们 对当下地贸的 形成机制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我流流忘返的 一个地方 我相信我一直会 继续做下去 今天播到这儿 我也有担心 有一天呢 这老人风的头 要真的掉下来 该怎么办 这好像就少了 一个绝佳的景观 但是 这就是大自然 他有着自己的演变规律 我们保护地质景观 一定要遵从一个原则 这就是顺应自然规律 合乎情理的施加影响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峻浪雄浑 水秀美宽广 祖国辽阔大地 气象万千 自然之手 如何装点出 这缤纷壮景 与科考同步 与学者同行 地理中国系列节目 山河探陵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